主耶稣说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末世 神再次道成肉身 降临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 1991年 末后的基督全能神 显现做工 发声说话 先后发表了 数百万字的话语 做了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神的羊听神的声音 各宗各派喜爱真理 可目神显现的人 听见全能神的话语 都是真理 就是神的声音 认定全能神 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纷纷纷归向全能神 然而 撒旦政权 怎能允许 神来在地上 发表真理 拯救人类 自从全能神教会 产生以来 就一直遭到 中共政权的 疯狂镇压迫害 中共极端仇恨神 仇恨真理 妄图取地神的末世 做工 多次下发秘密文件 调动武警 军队 镇压全能神教会 整个中国大都 血雨腥风 黑云压城 天怒人怨 如今 所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尤其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 正遭受着 中共政府 更为残酷血腥的迫害 他们用鲜血与生命 浮显了得胜撒旦权势的 壮丽凯歌 也汇聚成了一部 中国基督徒 饱受迫害的 血泪史 二零一零年 二月的株洲阴冷潮湿 天空中阴云密布 令人感到压抑沉闷 诸州市谋法庭内 一场针对基督徒的 不公开庭审 正在进行 被告人承睿 你是否认罪 我信神没有犯法 宪法规定 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我信神只是聚会传福音 没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 你信神就是犯法 这名女子名叫成瑞 是全能神教会的一名带领 2009年 在中共打击 镇压全能神教会的专项行动中 成瑞被抓入狱 多次遭受酷刑 受尽折磨 审讯未果 中共以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为罪名 判处他有期徒刑 三年零六个月 成瑞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 从小就随父母聚会读圣经 他看到周围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撇下一切为主做工 就很受激励 立下心智 长大后 也要为主花费传福音 赐给人生命 只给人道路 阿们 1999年 国度福音传到成瑞的家乡 成瑞一家读了全能神的话 认定都是真理 就是神的声音 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一家人满心欢喜地接受了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从此 成瑞满怀热心 经常和弟兄姊妹 一起传国度福音 弟兄姊妹 咱们再看看 报好了 警察已经到村口了 好 赶紧收拾东西 从后门走 然而 在共产党无神论掌权的 中国信神传福音 随时都有被抓 作奸的危险 成瑞就多次 险遭中共警察的抓捕 2009年 中共在全国范围内 展开了新一轮打击 镇压全能神教会的专项行动 妄图彻底取缔 全能神教会 各地许多基督徒 相继被抓入狱 遭受酷刑 甚至 有的被折磨至死 大量教会钱财被掠夺 许多基督徒 被迫逃亡 有加难归 整个中国大陆 黑云压城 阴森恐怖 犹如魔鬼监狱一般 2009年 成瑞已被选为教会带领 为了方便处理教会的事务 成瑞时常与童工电话联系 尽管他格外小心 但他的手机 还是遭到了警察的监控 你那边先安排一下 好 队长 你早点过来 我知道了 2009年4月4日这天傍晚 成瑞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得知上午来参加过聚会的两名同工 走后就失去了联系 连日来 成瑞不断听到 弟兄姊妹被抓的噩耗 他警惕地意识到 这两名同工 很可能也被抓了 于是 成瑞与同工 打算尽快把教会书籍等物品 转移到安全地方 天空中阴雨飞飞 整条街道十分寂静 成瑞和同工没有意识到 危险已经悄悄笔及 小小ermael 即罂 行动 不说 我原生 找我 这 好好点 突如其来的抓捕 令承睿有些惊慌 他在心里呼求神 加给他信心和力量 保守他能站住见证 下车 快点 下车 这他妈没 他们也到了 看到王子妹的一瞬间 承睿既惊讶又担心 他不知还有多少弟兄姊妹 也遭到了抓捕 快点 赶紧脱 快点 裤子 衣服 脱了 快脱 反正了吗 没有了 磨磨叽叽的 让他出去 让他出去 告诉你 在这里不分男女 只有犯人 在公安局内 警察强迫程睿等人 脱光衣服搜身 期间 一男警 一直站在他身旁观看 承睿感到既羞辱又愤怒 可他只能默默忍受 现在老子还不适合看 他有什么脸 当晚 警察又连夜把承睿等人 带到诸州市某公安分局 进行秘密审讯 承睿此前听过太多基督徒 遭受中共警察酷刑折磨的势力 他不知道接下来 警察会怎么折磨他 心里有些胆怯 他不住地祷告神 忐忑的心 慢慢平静了下来 你什么时候到诸州的 都在哪儿聚会 你的上层带领是谁 教会的钱 都放在哪儿了 赶紧交代 我信心没有犯法 没什么可交代的 妈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公安局 就是共产党的暴力机构 最好老实交代 说不说 警察把承睿的案子定成重案 要案 为了逼他说出上层带领和教会钱财的信息 对他施以暴行 承睿在心里迫切地祷告神 立下心智 不管警察怎么折磨 绝不被判神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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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以为你不说 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 你的手机尾号是5730 我们早就监控你了 赶紧要的 警察 警察的话让承睿暗暗吃惊 自己的手机是什么时候被监控的 警察到底掌握了教会多少信息 还有多少与自己联络过的弟兄姊妹 会受到牵连 这些疑问让承睿十分不安 我让你当秋千 站上 你说不说 掉起来 被吊起来的一瞬间 手铐 刑紧地卡在承睿的手腕处 弯心的疼痛 阵阵袭来 他咬紧牙关 一声不吭 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 他不停地在心里呼求神 加给他信心和力量 保守他站住见证 不作犹大背叛神 看着承睿痛苦的表情 警察更加重了对他的折磨 承睿 承睿顿时感觉 骨头像要断裂了一样 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警察反复推拉铁椅 承睿被一次次悬吊在空中 手铐 手铐随着身体的潜移 卡在手腕和手背上 他的手部迅速冲血 肿胀起来 铁椅被推回时 手腕处的手铐松动 血液的迅速回流 让他的心脏和手臂 胀得生疼 头也仿佛要炸裂一样 而中共警察 还在一旁 会声会色地讲述 各自酷刑折磨犯人的手段 以此来恐吓他 此时 承睿觉得 自己仿佛置身地狱 眼前的警察 俨然就是残害人的魔鬼 怎么样 脚带了没有 这娘们嘴真硬 简直就是个刘护兰 刘护兰 听说 你天鹰 来 给你放松放松 舒服吧 说不说 说吗 继续 成瑞始终不肯交代 教会的信息 警察大为恼火 他们不断地重复 荡秋千的酷刑 成瑞的双手 以严重肿胀 变成乌黑色 靠尺深深地陷在肉里 撕心裂肺的疼痛 一次比一次猛烈 令她痛不欲生 她眼前发黑 意识也在一点点地模糊 怎么样 说不说 不说是吧 对于你们这些信神的人 那是打死 白死 就你一个外地人 我们随便挖个坑把你埋来 谁也不知道 听了警察的话 成瑞心里一阵恐惧 自己身在异地他乡 如果真被警察残害死 没有人会知道 痛苦中 成瑞默默祷告 他想起历代圣徒 遭受逼迫患难时 都为神做出了响亮的见证 心里备受激励 也立下心志 就是死也要站住见证 考虑怎么样 说不说 不让你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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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好 警察把承睿掉了足足十二个小时才放下来 他的双腿早已失去知觉 浑身瘫软 手腕处也被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双手完全不听使唤 躺了许久 承睿才稍稍晃过来 他提出要去卫生间 承睿的双手已被酷刑折磨地失去了知觉 无法解开扣子 这让他感到痛苦无奈 你们干什么 要不要帮帮你啊 出去 出去 来 出去 见他许久未出 一个男警闯进卫生间 当着七八个男警的面 一把脱掉他的裤子 并用最邪恶下流的话侮辱他 想到自己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被中共警察这样当众羞辱 承睿感到无比愤怒和委屈 他再也忍不住泪水 失声痛哭 极大的羞辱和心灵的伤害 让他痛不欲生 承睿又想到自己的双手近乎残废 如果每天都要受这样的羞辱 那还不如一死了之 忽兰尽在咫尺 他恨不得一跃而下 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死了我没见过 幽默老子伺候你妹子啊 承睿蜷缩在地上 默默向神祷告 他悲愤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 承睿意识到 警察不择手段地羞辱他 残害他 就是为逼他弃绝神 背叛神 他若因承受不了痛苦 了结自己的生命 这不正中了撒旦的轨迹吗 他暗暗告诉自己 哪怕还剩一口气 也要活下去 绝不向撒旦屈服 走 走 被抓后的第四天 承睿已被折磨得浑身浮肿 他的心脏加速跳动 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身体开始不停地抽搐 警察这才被迫停止了审讯 不得已才将他送到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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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护人员 看到承睿的胳膊和双手 严重肿胀 都很惊讶 急救中 护士根本找不到他的血管 一扎针 立刻鼓出一个包 流出血水 不用 随便拿点葡萄糖 死不了就行 中共警察的冷酷残忍 让承睿十分愤恨 同时他也有些担忧 若再遭受酷刑折磨 不知自己的身体 还能支撑多久 说不说 尽管承睿被折磨得极其虚弱 警察仍没有放过他 当地刑警队长 国宝队支队长 又轮番审讯他 刑警队长拿出一摞照片 让承睿指认 这些人 多数都是承睿的同工 承睿都依依否认 没有出卖弟兄姊妹 警察气急败坏 再次对他轮番殴打 来 区长 洗好了 要不要签字 是 签字 警察对承睿刑讯逼供了六天六夜 期间没让他吃任何东西 最后 警察看实在审不出什么 只好编造了一份口供 拉着承睿的手 强行摁下了手印 四月十日 国宝队副支队长和两名警察 将承睿押送到珠州市某看守所 看守所的警察见承睿伤事太重 担心他死在看守所 惹来麻烦 拒绝接收 经过一番交涉后 才勉强接收 承睿被警察丢进监视 他贪坐在冰冷的地上 心里很担忧 自己的手脚已失去知觉 生活无法自理 以后的牢狱生活 不知该如何面对 是 承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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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打着这儿 怎么打着这儿 就在承睿特别无助时 他没有想到 与他一同被抓的王子妹 也关押在同一件事 王子妹每天悉心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为他按摩手臂 两个人也悄悄地 用神的话鼓励着对方 承睿 我给你背断神的话吧 神所说的得胜者 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 撒旦的围攻之下 就是在黑暗势力里 人还能站住见证 还能持守原有的信心 持守对神的忠心 不管怎么样 你还能持守 在神面前真结的心 持守你对神真实的爱 这样在神面前就站住见证 这就是神所说的得胜者 不管明天面临什么环境 我都要依靠神走下去 现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只要说出你的上层带领是谁 教会的钱财放在哪里 中共没有从承睿口中得到想要的信息 仍不死心 又专门从异地调来有经验的国保和国安局的人 连续三天提审他 每天刑讯逼供十八个小时左右 承睿备受折磨 但他始终闭口不言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疼不疼啊 没事 这可能伤着筋了 没伤着骨头 这下手也太狠了 我买了点药 涂上点吧 自被抓以来 警察对承睿都是失意暴行 而这个警察却对他很关心 只要是给你判了刑 你这辈子 你的青春不都毁了吗 听哥一句话 你还这么年轻 人长得也不错 做这个罪 吐啥呀 我跟你说句实话 跟你一起被抓的人 都已经说了 人家现在都已经回家了 承睿意识到警察是假装好心 借机套取教会钱财和带领的信息 他暗暗提醒自己 要多加小心 免得中了撒旦的轨迹 我就让他们把你放了 隔着的周围你好 考虑考虑 妈 妈 不识台诀 我看你是神话分子 真是不可救药了 敬酒不是吃罚酒是吧 你看我怎么撬开你的嘴 警察见承睿还是不交代 立即凶向毕露 承睿再次浑身抽搐 警察才不得不罢休 一个月后 王子妹被保释出去 而承睿收到了正式逮捕的通知 望着铁窗 他不知自己还会关多久 想到自己击尽残罪 担忧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度过 他默默祷告神 求神为他开辟出路 奇妙的是 第二天 监视里新来了一个犯人 了解到承睿的情况后 便主动照顾他 那人出狱后 又有其他犯人主动照顾他 这些犯人与他素不相识 却始终在帮助他 承睿知道 这一切都是神的摆布安排 他心里很感动 真实感受到了神的眷顾与怜悯 2010年2月 诸州市谋法庭 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承睿的案件 6月 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的情况下 法院仍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判处承睿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承睿被抓后 警察一直不允许他与家人联系 直到他被判刑 才争取到一次和家人见面的机会 父亲千里迢迢赶来探视 看到女儿消受憔悴的样子 忍不住老泪纵横 承睿望着父亲苍老的面孔 心里隐隐作痛 他不忍心让父亲如此悲伤 只能不断地安慰父亲 不要为他担心 2010年7月9日 承睿被送到湖南省某监狱服刑 在入监区 承睿看见一些风傻痴呆的女犯 听犯人说 他们曾被狱警关到盐管楼 经受了非人的折磨 出来后就变成了这样 盐管楼里还有一个专门进行洗脑的地方 叫转队 许多异议人士和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 都会被关进那里 狱警用各种洗脑方式摧残他们的精神 拖垮他们的意志 不久 承睿就被转入教转队进行洗脑 中共酷刑逼供 摧残的是人的肉体 而洗脑摧残的则是人的精神与心灵 承睿 是不是在祷告呢 不许祷告 不许闭眼 洗脑期间 狱警令两个犯人 二十四小时看管承睿 不许他祷告 每天只许睡三个小时 其余时间都逼着他 看宣扬无神论 爱国爱党和亵渎神的视频 写心得体会 狱警和看守的犯人稍不满意 就打骂体罚他 并不准他吃饭 今天鞋不好骗啊 睡觉 把他给我抬起来 老超 你就别想吃饭 不许祷告 站好了 夜里值班犯人的折磨 令他心惊胆战 精神高度紧张 切胀 快点 长期高强度的洗脑 和严重的睡眠不足 让他整日昏昏沉沉 头晕脑胀 这种无休止的精神虐待 让他近乎崩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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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我还不开呢 别说我收拾你 快点 快点 成瑞 快点 快点 成瑞 快点 成瑞 成瑞 明白 在那样疯狂摧残精神的魔窟里 要不是神的保守 他根本无法支撑下去 以后 你把他拾你 拿下来 就像一个不成神虐 有什么不成神虐 你把他拾你 放开我 你把他拾你 还把他拾你 放开我 放开我 押好了 押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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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住 押住 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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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封了 押住 三个月后 警察又把程瑞 关进号称魔鬼监区的二监区 这又是个令犯人 胆战心惊的地方 为了经济效益 狱警根本不管服刑人员的死活 强迫他们 每天高强度劳动 至少十四个小时 还常常加班 繁重的工作量 根本无法完成 犯人们经常遭到体罚 有的遭电击 还有的被罚在 四十度的高温下暴晒 并被强迫直视太阳 报告队长 服刑人员程瑞申请上厕所 去什么去 在这里 狱警除了常常无故刁难 侮辱谩骂 体罚犯人外 甚至连犯人上厕所的权利 也限制 成瑞就常常遭到 狱警的虐待和体罚 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令他的身体 每况愈下 黑暗的监狱生活 让许多服刑者 身患重兵 极度的绝望恐惧 让有的人精神失常 有的人选择了自杀 整个监区 弥漫着恐怖压抑的 死亡气息 成瑞切切实实感受到了 中共视人命如草芥 在这里 每个人都感到生的希望 越来越渺茫 对成瑞来说 被关押的那段日子 时间犹如停滞了一半 一分一秒都那么漫长 三年多非人的牢狱生活 使得成瑞 整个人严重消瘦 体重从原来的九十多斤 下降至七十多斤 虽然身心备受摧残 但他祷告神 依靠神话语的带领 走了过来 成瑞真实体会到 神的话语 就是生命的力量 二零一二年十月 噩梦般的牢狱生活 终于结束了 成瑞回到了家乡 母亲早早等在了村口 自从成瑞被抓后 母亲就担心牵挂着 女儿的安慰 一直期盼她 能早日平安归来 这一晚 成瑞和家人终于团聚了 妈 妈 小瑞 小瑞 孩子 小瑞 母亲 老个儿 老顺 津 Buddha 末 红 卤 孙 果 小瑞啊 自从你被抓之后 警察一直没有放过咱家 他们还散布谣言 说你是政治犯诈骗犯 村里人见了我和你爸呀 都不正眼看 家人告诉承睿 他被抓后不久 警察就来抄了两次家 并编造了一些谣言 诋毁承睿 还派人监视他们家 中共如此邪恶无耻 不择手段地迫害基督徒 让承睿感到愤懑不已 再跟你们说一遍 你们必须得把保证输签了 保证以后不再信任 这是政府的决定 要是不签 谁也过不了这关 我们不签 这是政府要求的 这个形势必须得 尽管承睿已获释回家 签吧 但警察仍让村里人 一直监视他 村干部也威逼承睿一家 签不信神的保证书 快进来 2013年1月 中共对全能神教会的 新一轮镇压抓捕行动 又开始了 一个姊妹告诉承睿 中共要把曾经被抓释放后 仍坚持信神的人 抓回去重判 有些弟兄姊妹 已经被抓了 为了躲避中共的抓捕 承睿不得不再次离家逃亡 队子出去一步 别大心我和你吧 妈 出去 注意安全 多刀告示 妈 你放心吧 车找好了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陈天爱 赶紧走吧 孩子 你出去 要好好见拜拜 不要惦记我们 你走了 就不要再回来了 叫你好好地活着就行 父亲的话 让承睿心如刀绞 这些年 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 他与家人 聚少离多 看着年迈的父母 承睿不知道 这一别 何时才能再相见 他多希望能留下来 照顾他们 但因着中共的抓捕迫害 他只能忍痛告别父母 又一次踏上了逃亡路 2016年 承睿成功逃到了海外 终于在民主国家 享受到了真正的信仰自由 每当他回想起自己在中国信神的遭遇 都感慨万千 中共对他的残酷迫害 在他心里刻下了永久的伤痕 而那充满血泪的过往 也成为了他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